杀人碎尸还敢丢在法院门口焚烧 这伙歹徒是发疯了还是恶意挑衅 一个19岁妙龄女子被人残忍虐杀 到底是为了什么 这个还没有生育的年轻女孩 为什么却在体内装有劫育环呢 这种匪夷所思的事情 根源究竟是什么 2012年冬天深夜十二点 西部某大城市某法院 值班写警老张出门倒脏水 突然看到对面有火光 这个法院地处成交结合部 比较偏僻 对面是一片长着低矮茅草的荒地 见空地着火 老张推测是谁抽烟不小心引发火灾 空地附近没有住户 万一引起大火也是要人命的 老张急忙回到院里 海上几个值班的民警和协警 带着灭火器去救火 火势并不大 几分钟就扑灭了 值班民警小宋却发现了一场 小宋是科班出身 上过警校 曾出过凶杀案现场 他一眼就看到 那堆烧黑的杂物中 有个东西很奇怪 酷似人角 诸位也许不知道 所有动物中 人角是独一无二的 非常容易识别 这并不是一具人体 只是一个断角 那么 这究竟是不是人角呢 小宋跪在地上 用手电筒罩着看 他赫然看到 脚上涂着红色的指甲油 这还是一只女人的脚 小宋大惊失色 立即告知同事们 大家都惊呆了 建国以来 还没听说杀了人以后 在法院门口焚尸的 本来杀人焚尸案就非常严重 由于焚尸地点特殊 迅速引起高层领导的重视 专案组迅速组建起来 要求尽快破案 刑侦专家先是仔细勘查了现场 着火区有三个拉杆箱 里面放着十几块被肢解的碎尸 歹徒买了小桶汽油 将其泼洒到碎尸上点燃 可能是没想到燃起的火很大 歹徒点火后吃了一镜 没等烧完就仓促逃走 小桶胡乱丢在地上 老张 小宋他们扑灭及时 还有三分之一部分碎尸大体完整 行李箱只烧掉了一半 通过对尸体检验 死者大约二十岁左右 身高一米五五 微胖 她很年轻并没有生育过孩子 奇怪的是 这么年轻又没有生育过的女孩 体内却安放了节育环 通过没有烧毁的三分之一碎尸 看到受害者死前被殴打过 皮肤上伤痕累累 死因是什么 还要进行详细尸检后才知道 除了碎尸以外 现场并没有找到死者的衣物手势 或者其他杂物 有一只板具和一把斧头 应该就是肢解尸体的工具 法医在板具 斧头 小桶和没有烧毁的行李箱上 找到了几个可疑的指纹 更重要的是 法医在行李箱内部不起眼的地方 发现了一行数字编号 三个行李箱的编号不同 但是连号的 应该是一次性购买的 这种行李箱很大 普通人不会一次会买三个 追查应该不困难 既然有了编号 老板大多会有相应记录 或许能够以此顺藤摸挂 另外当天用小桶买汽油的人 应该也可以调查调查 更为重要的是 法院门口是有监控的 周边道路上也设有监控设备 当时是深夜 摄像头仍然拍下来焚尸者的身影 是三个身材中等的人 一男两女 其中一个女人留着长发 体型很瘦 一个女人留着短发 体型较胖 男的则是留着板寸 身材不高却相当健壮 摄像头相距太远又是深夜 相貌是模糊不清的 专案组立即行动 一面追踪行李箱 板具 斧头和小桶汽油 一面调出周边监控 试图找到更多的线索 追踪小桶汽油线索的刑警 无功而返 当时是2012年 全国还没有严格执行加油站原则上不能销售散装汽油 尤其是成交加油站 只要顾客的容器符合标准 就会零卖散装汽油 一周内买散装汽油的人太多 又大多是用桶或者瓶装走 加油站员工根本无法回忆起是谁购买的 板具和斧头也差不多 是从五金店新买的 全是五金店众多 这种板具和斧头又是寻常商品 难以进行追查 在两路刑警杀鱼而归时 追踪行李箱的刑警却有重大突破 他们从制造厂家这手 拿到了本市销售这种行李箱的商户名单 一共是11个 刑警们分为好几组 挨个调查 让他们欣喜的是 很快就有了结果 市中心一个商场的女老板立即想起来 上周曾经一次卖掉过三个这种行李箱 这种行李箱很大 一般一家买一个就足够了 这对年轻的情侣 一次就买了三个 让她记忆很深刻 女老板的店铺管理严格 登记了所有销售成功的行李箱编号和售价 便于每月算涨 拿着女老板的登记簿 警警们发现行李箱的编号同焚尸现场的完全相同 购买行李箱的情侣 有重大作案协议 时间已经是2012年 处于防盗考虑 大部分商家店里都安装了高清摄像头 这家也不例外 通过调取监控 民警看清楚了这对情侣的长相 两人都很年轻 男人是个圆脸 鼻子很大 她的形貌凶恶粗鲁 看起来就没什么文化 不像是什么好人 女的留着短发 一部分头发染成黄色 体型偏胖 颈部左边有一颗明显的黑质 根据外形判断 他们可能就是焚尸案 现场出现的三人中的两个 警方又调取了女老板所在商场的全面监控 很快发现了更多的线索 原来这对情侣并不是两个人来的 店外不远处还有等候的两个女孩 其中一个女孩留着长发 体型高瘦 似乎就是焚尸现场的第三个人 最后那个女孩脸上稚气未脱 看起来像是中学生 她不像是城里人 看起来有些土头土脑的 打扮也比较差 人越多就越好办 追踪四个人就比较容易了 他们也没什么反侦查经验 监控显示 四人是一起打车离开的 由于行李箱太大 后备箱只能放进去一个 另外两个塞入后座 同三个乘客挤在一起 在市中心某小区停下后 那对情侣下车走入小区 没有拿行李箱 出租车又继续前进 在一条街上停下来 停车场这段没有视频监控 没有拍到女孩具体在哪里下车 这也难不到刑警们 根据车牌号很快找到当天的出租车司机 对于一周前的事情 司机出人预料记得很清楚 他帮助女孩们搬下了三个很大的行李箱 还送入店内 这种事情一年也遇不到几次 司机当然记得住 司机告诉刑警 女孩们进入的是一家按摩店 这家店在附近颇有些名记 叫做方草地盲人按摩店 至于有什么名记 司机支支吾吾地不愿多说 刑警们心领神会 也没有追问 根据行李箱店 以及商场拍摄的高清图片 刑警们打印出四个人的向往 如果两个女孩是按摩店的服务员 停时他们肯定会上班 并不难找到 从司机支支吾吾 似笑非笑的态度中 刑警们明白了这家按摩店是什么性质 涉皇人员的反侦察意识都很强 如果刑警们直接去店里调查 怕是这几个人立即就会逃得无影无踪 就算将店包围起来 他们恐怕也有脱身的办法 未必能够捉到他们 所以应该是不见兔子不撒鹰 先锁定这几个人就在店里 再当面抓人 这种情况下 刑警们只能暗访了 两个中年刑警穿着便衣 带着手枪 装作按摩走入店内 还有几辆车满载警察 在两条街外待命 随时赶来支援 刚刚走入店内 前台女领班或者说妈妈桑立即热情接待 两个刑警表示需要按摩 询问都有哪些盲人可以提供服务 女领班扑斥一笑 我们这里没有盲人 刑警洋装不解 盲人按摩没有盲人 那谁来按摩 女领班笑道 当然都是美女了 小的十六七岁 大的也有三十岁的 看您老板喜欢哪种类型 刑警点点头 啊 明白了 具体怎么收费 女领班说 放心吧老板 我们价格绝对公道 绝不宰割 我们店在周边很有名气的 生意也最好 您说要是服务不好 收费高 老板们怎么会捧场呢 刑警表示同意 两人开了一个包厢 随后开始挑选小姐 刑警们连看了好几组 发现并没有那两个女孩 就装作不满意 还有没有啊 女领班笑道 老板 你们还真能挑啊 这么多美女都看不中 还有几组 我都带来给你们看 看完也就没有了 不能再挑了 随后 女领班又带着一组小姐进来 刑警们一眼就认出其中两个人 就是照片中的长发女孩 和稚气女孩 刑警们装作挑选了两人 随后关上了包厢的门 接着一个刑警立即联络同事 让他们赶来抄掉这家按摩店 另一个刑警则亮出警官证 让两个女孩不要乱动 不需要喊叫 发现面前是警察 两个女孩顿时吓得不敢说话 稚气未托的女孩 甚至吓得当场哭啼起来 长发女孩相对聪明 过了一会就装作要上厕所 试图离开 刑警们不允许她出门 长发女孩就大声说话 甚至叫骂 试图引起其他人的注意 没多久 那个女领班就带着几个 身强力壮的勘肠打授 用力推门走进来 看看是怎么回事 两个刑警扫了打授们一眼 大喜国望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 得来全不费功夫 其中一名打授 就是监控上的圆脸小伙 刑警们一把抓住她 克令她蹲下 不许乱动 剑动起了手 其他几个打授一拥而上 试图抢人 有的小弟掏出了砍刀 还得抄起了包厢的水果刀 提酒瓶 准备泄斗 见对方人多 刑警们不得已只能亮出身份 对方随时可能动手 已经来不及掏警官证 一名刑警直接掏出携带的六四式手枪 对准这几个人 打授们见状大吃一惊 纷纷后退 有枪了 你们是干什么的 刑警回答 我们是警察 都给我向后退 套墙债 全部蹲下 这边闹成一团的时候 打批刑警已经赶到 将前后门全部堵住 抓住了店里面二十多个涉黄人员 经过辨认 刑警们找出了最后一个 也就是圆脸小伙的女友 那个染发有黑质的女孩 至此四人全部被捕 随后进行了指纹测试 认定他们同焚尸现场 行李箱上的指纹 完全一致 刑警们立即对四个人 进行突击审问 根据经验来说 刑警们首先选择了 那个志气未托 年龄最小的女孩 作为突破口 这个女孩叫做汪杰 上个月刚刚过了17岁生日 还是未成年人 汪杰来自临县农村 初中毕业后就在家里务农 几个月前刚刚来到本市 没见过什么世面 刑警们亮出了掌握的证据 又告诉他相关政策 作为未成年人 即便犯了重罪 只要认罪态度好 好好坦白 是可以得到酌情轻判的 刑警们拿出法律 上面清楚地写道 对于未成年人犯罪 应当综合考虑未成年人 对犯罪的认识能力 实施犯罪行为的动机和目的 犯罪时的年龄 是否出犯 偶犯毁罪表现 个人成长经历和一贯表现等情况 予以从宽处罚 已满16周岁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犯罪 减少基准型的10%到50% 根据这个条款 汪杰没有前科士第一次犯罪 加上又是未成年人 只要好好交代 就可以轻快 在这种情况下 汪杰仅仅坚持不到30分钟 就全部交代了作案经过 试图争取宽大处理 他说自己本来在林县乡下 帮助母亲种地 但赚不到什么钱 他很想到大城市打工 却没什么技能 又畏惧人生地不熟 迟迟不敢离家 半年前 邻村的大老板杨和平 回老家看望亲友 派人游说汪杰 杨和平说自己 在大城市开了很多店 很需要年轻女孩做服务员 反正他要招人付工资 还不如便宜老乡 杨和平提出的工资 比做普通服务员工资要高得多 加上他还是有名有姓的同乡 汪杰和父母都欣然同意了 汪杰刚刚到了大城市的前半个月 杨和平确实对他不错 他派了一个叫做月梅的女孩 就是那个染发女孩 带着汪杰吃喝玩乐 在城里个大景点游玩 去有名的饭馆吃饭 还预支了两个月工资给他 突然到了纸醉金迷的大城市 汪杰乐不思数 相当高兴 他极为感激杨老板 也把月梅当做好姐妹 月梅是汪杰同乡 也不过18岁而已 他已经在这里工作一年 还找了公司保安徐晓军做男友 就是那个圆脸小伙 徐晓军同女孩们不是老乡 是临省来打工的 也不过19岁而已 汪杰是乡下女孩 没有社会经验 他在一味玩乐的时候 没有注意到月梅逐步拿走了他的身份证 手机有多次让他打电话报平安 下面要封闭训练半年 不能随便打电话联络家人 汪杰一照做 让汪杰没想到的是 下面就是一场可怕的噩梦 所谓的封闭训练 就是一场残暴的折磨 他被带到按摩院楼下的地下室 是个隔音效果很好的地方 200多平方米的地下室 被隔成好多间屋子 每间屋子的门可以繁琐 其实就是监狱 汪杰被带到地下室以后 月梅和女领班告诉他 所谓的工作就是卖银 还是处女的汪杰大吃一惊 立即表示不同意 不干了 这两个女人一个装红脸 一个装白脸 月梅劝告汪杰 让他选择妥协任命 你一个小女孩 进了这里还能自己说了算了 你何苦吃几顿皮肉之苦以后 再同意呢 我是过来人 我劝你聪明点 不要吃眼前亏 别的不说 他们现在就能找几个小弟来 把你轮奸了 你就算跑出去不干 以后还怎么做人 做这行虽然下贱 也能赚到不少钱 比打工强多了 我把你当妹妹 才这么好言好语劝你 汪杰哪里能够同意 要求马上回家 女领班立即黑了脸 请啊 敬酒不吃吃罚酒 别怪我们 他喊了一声 立即进来两个打手 对准汪杰就是一顿拳脚 女领班喊着 打 狠狠打一顿 哎 不要打脸啊 千万不要打脸 两个打手全打脚踢 将汪杰痛打了一顿 女领班将汪杰全身衣裤 拖得精光 奇怪的是 打手们并没有强奸汪杰 四个人一起离开 将地下室反锁 后来汪杰才知道 他没有被强奸 是因为处女卖淫 可以卖好价钱 至于脱光衣服 只是防止他寻机逃走 第二天 女领班又下来 问汪杰愿不愿意 汪杰说不愿意 两个打手将他踩在地上 用一根皮带用力抽打 汪杰一个小女孩 哪里受得了 被抽得死去活来 女领班看打得差不多了 带着打手离开 这一整天 汪杰没吃没喝 全身是伤 第三天 女领班又带着打手下来 汪杰此时已经软了很多 不敢公开说不同意 但也不说同意 女领班冷笑一声 两个打手这次拿着一根铁丝衣架 对着汪杰又是一顿毒打 随后离开 到了第四天 汪杰整整三天没吃饭喝水 站都站不起来 一直几乎崩溃 今天看到女领班带着打手下来 汪杰直接吓得小便失禁 狠毒的女领班知道这个女孩支持不住了 笑着让她选择是喝掉地上的小便 或者再被痛打一顿 汪杰实在经受不住毒打 被迫趴在地上喝了小便 女领班让打手拍下了汪杰喝尿的照片 又强迫拍下很多暴露器官和姿势淫秽的裸照 随后扬长而去 没多久 月梅带着一份快餐和衣服下来 月梅再次装好人却汪杰 看到了吧 你不听我的话 吃了这么多苦 不瞒你说 当年我比你还硬 整整坚持了五天 最后还不是软了 你要知道 老板在这里非常有势力 他们就算弄死你 也没人知道 你能搞得过这些地头蛇吗 算了吧 听姐姐的话 忍上几年赚足了钱 然后从梁找个老实男人家了 再去过日子吧 你要听话 吃了饭 穿了衣服 跟我一起出去 明天就开始做生意 你要是不听话 他们马上就下来打你 另外你可别骗我们 找机会跑掉 你敢跑 他们抓住你就朝死里打 抓不住你 就去弄你父母 他们还会把你裸照贴到你们村去 让你没脸见人 这种情况下 汪洁实在顶不住 被迫走上了卖淫的道路 第二天 他接了一个老年嫖客 也位是处女 老嫖客付给老板三万元 而老板仅仅给了汪洁两千元 期间汪洁也曾试图逃走 却发现杨和平确实是黑白通吃 自己一个乡下丫头只能任人宰割 人类都会苦中作乐 汪洁也差不多 卖身的日子里 他同月梅 月梅男朋友 打手徐小军的关系都不错 徐小军是临省乡下人 本来在工地做体力活 觉得赚钱少工作了 就来这里做打手 另外 他还认识了一个同乡 邻村的卖淫女成美丽 长发的成美丽十八岁 同十七岁的汪洁是同龄人 两人比较合得来 同时根据按摩院的规矩 给他们都上了节育环 防止怀孕影响生意 大概半个月前 按摩院又骗来了一个女孩 二十岁汤爱萍 汤爱萍只有二十岁 但乡下结婚很早 她一年前就已经结婚 不过还没有生育 和其他人一样 汤爱萍很快被关入地下室 包光了衣服毒打 普通女孩根本架不住这种虐待 遍体鳞伤的汤爱萍 很快也同意卖淫 女领般带着她安装了节育环 此时杨和平却打起了其他主意 现在的妓女众多 社会上主动愿意卖身的女人 也不是很难找 但处女或者年龄不满十八岁的女孩 银窝里就很少 当地一些有钱有权人 认为同处女或者很年轻的女孩 睡觉就会走好运 甚至会延年益寿 愿意出高价 所以杨和平才千方百计 逼迫这些厨绩卖淫 这些女孩都是未成年 因此大多是厨女 第一次都能卖几万元 让杨赚了不少 二十岁的汤爱萍已经结婚 无法赚这笔钱 贪婪的杨和平却只是女领班 反正汤爱萍是第一次卖淫 谁也不认识她 可以伪装成厨女 女领班购买了一种专门伪装厨女的胶囊 嘱咐爱萍怎么用她骗人 一个老年嫖客花费数万元 来嫖这个厨女 过程中没什么破绽 但第一次卖淫的汤爱萍非常紧张 最终露出了马脚 老年嫖客不是傻子 很快发现汤爱萍不是处女 恼怒之下 老年嫖客找到女领班大闹了一场 要求退还所有嫖资 女领班怕砸了招牌 将九成嫖资退还 老年嫖客还不满意 骂骂咧咧的走了 女领班将这是汇报后 杨和平勃然大怒 少赚了几万元是其次 万一老年嫖客将这是宣扬开 以后这种暴力的生意就做不了了 杨和平亲自来到按摩院 找到打手徐晓军 命令让他带着月眉 程美丽 汪杰三个女孩当晚独打汤爱萍一顿 狠狠给她一个叫醒 杨和平很直白地告诉徐晓军和旁边的月眉 要是汤爱萍在床上躺不到一个星期 就能起来 我就让你们都躺一个星期 收到老板的命令后 徐晓军召集三个女孩 将汤爱萍拖到地下室独打 当时是晚上十一点多 四个人轮流殴打汤爱萍 他们先是拳打脚踢 随后用皮带抽 用木棍打 其中三人下手很重 基本都是朝着死里打 这三人除了徐晓军以外 月眉和程美丽本来也是被毒打的对象 有过类似的遭遇 此次他们从羊变成了狼 竟然比狼更为凶恶 徐晓军回忆 打了一个小时后 汤爱萍已经站不起来 只能躺在地上求饶 而月眉还用脚猛踩汤爱萍的头部 徐晓军唯恐女友踢到汤爱萍的脸 导致破相 会被老板惩罚 急忙拦住 但汤爱萍已经被踢晕过去 旁边站着的程美丽豪没有同情心 竟然打了一盆凉水 将汤爱萍交醒 又继续毒打 他们用皮带将汤爱萍打得浑身 皮开肉裂 还觉得不够狠 月眉竟然学着电影里面的情节 找来沿倒入伤口 导致对方再次疼得昏死过去 至于程美丽 多次用高跟鞋重踢汤爱萍下地 后者疼得死去活来 在地下翻滚 只有年龄最小的汪姐 没有尽全力去打 她多少有点同情心 年龄又太小 不敢下独手打人 但也打了汤爱萍几棍子 踢了几脚 这伙人断断续续折磨了汤爱萍 长达四个小时 后者几次昏死 此时是凌晨三点多 他们见汤爱萍全身软绵绵的 对殴打已经没有反应 自己也很累了 于是他们丢下半昏迷的汤爱萍 坐上地下室 回到楼上包厢去睡觉了 早上七点 程美丽第一个醒来 去地下室查看汤爱萍的情况 谁知道 程美丽发现汤双眼圆睁开 身体冰凉 早已没了呼吸 汤爱萍被他们反复殴打 内出血严重 引发多器官衰竟 几小时前就死了 程美丽慌了 急忙跑到楼上叫醒其他三人 四人一起来到地下室 确定汤爱萍已经死了 都吓得半死 他们最大不过十九岁 没什么社会经验 立即打电话给老板杨和平 听说搞出了人命 杨和平也有三分慌张 臭骂了徐小军几句 怪他惹出大事 杨和平很快稳定了情绪 告诉徐小军 没事的 只要把汤爱萍的尸体处理好 没人知道是怎么回事 我可以说他去其他家了 一个卖淫女 失踪了很正常 没人会管这种人的死活 接着杨和平详细嘱咐徐小军 让他不要再向任何人说这件事 连女领班也不要告诉 让他立即去买来板具 斧头和行李箱 在白天将汤爱萍的尸体肢解装箱 再去加油站买一小桶汽油 到了晚上 由徐小军带着其他三个人 分别乘坐几辆出租车 赶到城郊结合不找个荒地 将尸体点火烧毁 杨和平嘱咐他们 不要直接打车到荒地 期间要连续转车几次 防止被警察追踪 徐小军是年轻小伙子 并没有作案经验 这时也六胜无主 他在白天带着女友 去买了三个行李箱 又买了板具和斧头 开始肢解尸体 这四个人哪里有肢解尸体的胆量 年龄最小的汪杰甚至还没动手 看到徐小军聚下头颅 就忍不住大口呕吐起来 其余三人硬着头皮将尸体支解 装入行李箱 觉得汪杰太没用 唯恐他在焚尸的路上又会有什么情况 引起司机的注意 他们就没让他去 其余三人拖着行李箱 分段打车到城郊结合不谋地 三人都不是本地人 对这里情况完全不熟悉 加上又是深夜 就胡乱选择了一块荒地 他们不知道的是 这块荒地就在法院的对面 相距不远 杨和平一再嘱咐他们 必须看到尸体完全烧焦 东西完全烧毁 火完全熄灭才能走 徐小军泼洒汽油点火以后 由于刮起了大风 火一下子就冲到一人高 三人大惊失色 唯恐火光迎来路人 不等大火熄灭就仓皇逃走 他们逃走也是对的 协警老张很快就带着一群民警来救火 这三人不跑的话 就要被抓了个现行 至此 这起案件很清楚了 由于案件可能涉及受害者隐私 又有未成年人在内 庭审和宣判情况都没有后续报道 更多精彩案情 尽在你不知道的真实大案直播间 这什么病毒 不特别的 服务 Anybody пом ust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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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